传说 以前这里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对年轻的恋人 他们非常相爱 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莉莉 你看前面的景色多美啊 以后我经常带你到这儿来 给 莉莉 这是我帮你摘的 喜欢吗 莉莉 莉莉 你看那边的景色多美啊 是啊 就像画一样 真希望 能够永远和你在一起啊 我也希望我们能永远在一起 黑哥 你看阿强 正找你呢 阿强 黑字 我跟你说的事怎么样了 咱们决斗 谁赢了 莉莉就是谁的 你怎么可以这样咄咄逼人呢 你别管 这是我们之间的事 黑字 黑哥 我看他害怕了吧 阿强我们走吧 你还应战吗 阿强 你打不过他的 好 我应战 好 阿强 明天六点 蒲蒲见 你要是不来 莉莉就是我的了 君子一言 黑字 司马难追 好 莉莉 我们走吧 好 莉莉 没事的 又是一天没回呀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 哎 孩子大了 由他去吧 笑话 我成家的规矩 是不能坏的啊 哎 好吧 黑的 这小子敢跟我争 一会儿 时间没到 阿强 准备好了吗 早就好了 一 二 三 我打死你 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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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来 起来 我来吧 别打了 我去 开门 我被你 啊 刘我争 啊 当你遇到坏人的时候 你可以用二龙西柱 击打对方的双眼 臭小子 你敢戳我的眼睛 那就再教你一招 你可以用双雷罐 打对方的双二 黑哥 你还打吗黑哥 你起来呀黑哥 你起来呀 你起来呀黑哥 黑哥你起来呀黑哥 一二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阿强赢了 阿强 我们赢了 妹妹 走 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走 我们快走 老爷 强儿回来了 强儿 来 你爹有话说 爹 娘 坐 又到那边去了 你们的事情 我是不能同意的 再说 野门不当户不对吗 我和莉莉 我和莉莉 是情投意合 老爷 老爷 孩子大了 你就由他去吧 老爷 自古以来 这婚姻大事 都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难道你想坏了 这祖宗的规矩 我和莉莉 爹 娘 恕孩儿不孝 我意 已决 放肆 你给我回来 老爷 消消气 不孝 父之果言 强 怎么办 莉莉 什么事啊 我 你怎么吞吞吐吐的呢 到底什么事啊 我有了 我有了 你说什么 我有了 你爸要是知道的话 他一定会打死你的 但我都想好了 我去马上把他打掉 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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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点汤吧 感觉怎么样了 我还是不舒服 可真是 你看你们 怎么这么粗心呢 姐姐 我们知道错了 我现在 你愿意我的命 来会让莉莉身体好起来 阿强 不要这么做 莉莉 我一定会照顾到你 身体康复起来的 你就放心吧 对了 姐姐 最近怎么没有看到 莉莉的哥哥 你不知道啊 他在外欠了一笔钱 正被人追杀呢 哪敢回家呀 莉莉 你怎么不早跟我讲呢 强 你的事还不够多吗 爹 娘 孩儿以后会还给你们的 我以为你拿去做生意了 你上次不是说你要去做生意吗 什么生意 肯定是强儿干的 拿给他那个女人了 我非得教训 这孩子 不像话 儿 来 喝口水 来 青梅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呢 不许给他吃 不许给他喝 就让他在门厅这待着 老爷 这一次我们要不彻底的教训教训他 咱们乘着 就完了 老爷 上楼去 上楼去 我去 陈珠玛 我没想到你有这么狠 连自己的亲生儿子 你都这样 上楼去 我都随着 不管他 黎aba 黎aba 阿强 快把门打开 这好吗 老爷会责怪我的 杨姨 救救你了 那我就帮你这一次把阿强 阿强 你怎么这样子啊 我早一早两天哪 你怎么这样子 快帮我解开 好 阿强 那我就回去了 谢谢你 杨姨 走 我就听这声音 他真的是不好 老爷 来 帮我穿上 我去追 我去追 莉莉 弟弟 莉莉 你没事吧 你这 你这小子 你这小子 爹 混小子 你给我回来 走 走 莉莉 我快不行了 莉莉 不准你这么说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自己心里知道 莉莉 我们要一起走完后半生的 我不准你出事 我们就说今生 今世不能在一起 我们下一次 一定要在一起 我不止要下世 莉莉 我要我们生生世世 都在一起 我都想好了 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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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莉 你的胳膊上有一个印记 我在我的胳膊上 也刻一个一样的 这样 下意识 无论我们走到哪儿 我们都能认出彼此 阿强 阿强 莉莉 你看 这样 来世 无论我们走到哪儿 我们都可以找到对方 再也不会分开了 这样子我走得也安心哪 我们一定要永永远远在一起 自从莉莉走了以后 阿强的心空了 身体每况愈下 她无时不刻地 在思念着莉莉 我来要再来 你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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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老爷 这可怎么办呢 也不看医生也不吃药啊 要不再请王医生来瞧瞧 王大夫医术高明花多少钱都可以啊 你们就别费心了 我这钱是 爹 造的什么你 爹 娘 我很好 我现在心情很平静 你们不要挂念我 我就快见到莉莉了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儿啊 阿强 快别这么说 多年以后 莉莉渐渐长大了 发现自己的样子 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 他在想 不知道阿强还能认得自己吗 他经常用笔在画以前的自己和阿强 十八年过去了 莉莉还是没有找到阿强 无论他在哪里 无论他在哪里 他都在寻找着阿强的身影 叫你来好几次你都不来快进来坐 是啊 好久没见了 来 坐 谢谢 水果都给你们签好了 谢谢 来 来 练练吃 看到这对猎人在一起甜蜜的样子 莉莉仿佛总是看到自己以前和阿强在一起时的情景 你们这么好 什么时候办喜事啊 快了吧 快了 到时候一定要叫上我啊 好啊 莉莉 你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 怎么总是看你一个人呢 你不想找个男朋友吗 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 不要不要 千万不要 那我们以后一起出去玩吧 好啊 莉莉总是在想 阿强啊 你在哪里啊 什么时候能找到你啊 你呜 你怎么还想不想 这儿挺漂亮的吧 一会儿我给你介绍几个朋友 你们都来了 请自便 赵总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外甥 王总的外甥一表人才啊 舍不舍得介绍到我们公司来 那就看你出什么条件了 什么条件 那还不是王总一句话 好说好说 我觉得是一个世界狩猎吧 是吗 有空王总来支持支持我们 那行 那一定那一定 没问题 是吗 女士们 先生们 欢迎来到今天的聚会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 百利集团的董事长 以及我们公司的赵总经理 大家可能都认识了 以及一些业界人士 和他们的亲朋好友 哪个 Match 真什么 我是奈狼的 我认为你 我都因我 我 喝起来 你说 你 咱们 是我 我终于找到你了 这位小姐 我不认识你 没有 我没有认错人 干嘛呀 阿强 张强 他是谁呀 你认识他吗 我不认识他 那他 那他怎么来叫你 走 看这事被你叫的 赵总 年轻人吧 没关系 我真不认识他 你可以问我同事去 阿强 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 张强 到底是怎么回事 莉莉 我也不知道 莉莉 他干嘛老缠着你 怎么忍不住我了 你怎么忍不住我 莉莉 莉莉 他应该认得出来我的 你太过分了 我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 他干嘛老铲着你啊 你听我解释 小姐 你还记得我吗 我看你是认错人了 小姐 我们之前是见过面的 小姐 小姐 我会这是什么 什么事 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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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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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Λ大便 伤心的莉莉突然想到 要是能到阿强的公司去工作 那该多好啊 静静 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啊 你还想吃饭啊 你今天是怎么了 一回家就闷闷不乐的 你说怎么了 餐会上的事 你还没给我解释清楚呢 我不是跟你说过好多遍了吗 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个女的 你不认识她 她为什么拽你啊 她怎么没找别人呢 那我哪知道啊 我正讲这话她就冲过来了 张强 你就是有什么事要藏着我 今天餐会上上上下下 那么多亲朋好友同事们 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 妈 我回来了 小明回来了 饿了吧 不饿 妈饭做好了 妈给你拿饭去 不用 妈 您坐 您坐 我有话想跟您说 什么事啊 快说 我经常在梦中梦到那女孩 我今天见到她了 真的吗 你确认是那个女孩 是 真的 那她认出你来了吗 小明 这只是个梦啊 她怎么可能认出你来呢 妈 不过 我还是不想放弃 小明 张阿姨那女孩啊 她毕业马上就要回来了 等妈带你去见她 妈 赵总 小刘 赵总 您好 欢迎 欢迎 这么早就到了 刘先生您好 您好 你这一来 我们公司实力大增 赵总过奖了 来 带你看看办公室 好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让我干什么都行 打扫卫生也行啊 小姐实在对不起 没有你的位置 对不起 是你啊 刘秘书 你们认识啊 我们以前认识 就让她留下吧 你真的愿打扫卫生 小苏 去给她拿套衣服来 好 谢谢经理 谢谢你啊 韩经理 不用客气 经理 这是新来的莉莉 您好 这是王大姐 新来的 经理 你不是要把我辞了吧 不会的 莉莉只是跟你一起工作 那你放心吧 经理 好的 走好啊 王大姐 请您多多关照 好吧 走吧 我给你分配活去 走 走 嗯 阿强 阿强 怎么又是你 我到这来工作了 我就专门为你来的 工作 阿强 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 你最好别让我看到你 阿强 新来的 赶紧干活 韩经理 韩经理 新来那个打扫卫生的女孩 是谁让她来的 新来那个女情节工 说是你找来的 怎么回事 就是我叫她来的 你怎么让她来呢 有什么事你找总经理去 你 是你 在银行小区和人民大街这一块 我们的地产发展很顺利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森林广场和这个小区 赵总 新来那个女情节工 我听说是由命书上她来的 我说张强 你这一情节工的事 你怎么就找到我这来了 你一副总 能不能把心思都放在做生意上 你还想我这不够忙 继续 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 我们公司就会有很大的起色 在市场方面 阿强认不出自己的样子 莉莉心里非常难过 不过她想 总有一天她会想起自己来的 好 喂 莉莉 是我呀 圆圆 你那天是怎么回事啊 你把我朋友都给得罪了 对不起啊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呀 反正看你最近怪怪的 要不这样 这个周末我带你出去玩玩 不用了 谢谢 那好吧 行啦 你把那个桌子给我妈妈 刘秘书 这怎么回事啊 你干嘛呢你 这边 太欺负人了 从明天开始 你别再来上班了 刘秘书 别辞了我呀刘秘书 不要不要千万不要 王大姐这两天已经够辛苦的了 我应该多干点 你千万别把她辞了 你干活去 好 莉莉啊 你累了吗 坐也来歇会儿 我不累 你先去忙去吧 莉莉啊 原来你认识刘秘书啊 哎呀 你可是我的大恩人啊 我的莉莉啊 哎呀 从今开始 你就坐着别动 全包在我身上 快去坐着别动 由我来干 全包在我身上 王大姐 你坐着 你坐着 哎呀 你还认识刘秘书 你们俩真好啊 是啊 莉莉 你也给你找一个吧 哎 我真羡慕你们 哎 你对我是真心的吗 哎 元元 我把心都逃给你了 难道你没感觉吗 那你要怎么证实 证实 那我对他发誓 发誓 多少男人都在发誓啊 到最后还不是一样变心 哎 元 那 怎么着 那我就滴血为事 好啊 莉莉 你帮我们做一个见证 我也来 好吧 那我 那我可有了 嗯 你行吗 你行吗 好 我们把它喝了 哦 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让莉莉 让莉莉想起了阿强为他课印记的那一幕 刘密术 找我 对 我就是来找你的 听单位同事说你住在这 哦 那快请进来吧 好 谢谢 这边请 谢谢 来 坐这儿 好 谢谢 你要喝点什么吗 不用了 我有话想跟你说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我可找到你了 我们在某一世 可是一对恋人呢 不会啊 在我的记忆当中 我只记得阿强 阿强 是我们公司的副总吧 那好 恕我冒昧 我先走了 莉莉 你再好好想一想 不用想了 应该不会的 好的 没问题 后天给你答复 我先走了 我也想到你了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先走了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莉莉啊,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也不亚于你啊 我可漂亮了,老多人追我了 哎呀,就我那老头子,宅我家门口,竹竹等了我三年呢 我才嫁给他 可惜啊,嫁给他第二年,他就走了 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孤孤零零的 所以说我说你啊,趁年轻啊,可得抓点机会 看到阿强和他的太太在一起 莉莉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莉莉默默地对自己说 一定要坚持下去 总有一天,阿强会想起自己的 赵总,那边又涨了 行,我这就去办 哎,静静,来了 是啊,最近业绩特别好 我们什么时候去度假啊 静静,我在想啊,趁着现在业绩特别好 多赚一点 嗯 工作,工作 你就不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吗 静静,我答应你 等忙完这段啊,我一定带你去旅行,好吗 嗯 你干什么呀 静静,怎么了 张强,他弄脏了我的鞋 你怎么干活这么不小心啊 静静,没事吧 算了吧 走,我们走吧 鞋子都给我弄脏了 每次见到这女孩都没好事 静静,你要是不想见到她 以后你就少来公司吧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 我没事来这干嘛 张强,我看这个女孩啊 在这都上班一段时间了 你不是副总吗 你怎么就没有权利把她给辞了呢 这么大一公司 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让她进来 是那个刘秘书的主意 为了这个 我还特意去找过她 我不管 反正这女孩儿 你要是不给我一个答复 你自己看着办吧 静静 静静 刘秘书,你找我有事儿 坐 嗯 最近怎么样,工作还累吗 不累 要不然 我给你换个别的部门工作 不用了 你看那张强对你那样 我看你就算了吧 你是不会明白的 你也不能理解 也没人理解我呀 你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 我先走了 张强 我越想越不对劲 我今天严肃的跟你说 自从那个女孩儿出现之后 这个家过得不像个家样 工作也被搅得一塌糊涂 我每天一睡觉 满脑的想的都是这女孩儿 你要是真和她没什么瓜葛 她会来找你吗 你自己看着办吧 这日子啊 是没法过了 我可是清清白白的 你要是执意这么想的话 我也没办法 你看着办吧 还要是执意的 你给您坐在我上海上 的词 你怎么还在这干呢 王大姐 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猜猜什么好消息 不知道 张富总 张富总 太离婚了 高兴了吧 是不是高兴了 快走快走 我们庆祝庆祝学 快走快走 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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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给你做的午餐 我什么时候让你给我做午餐了 我看你最近都瘦了 你多吃点趁热吃啊 哎 哎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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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坐 吃饭吧 不用了 吃吧吃吧 看你这么累啊 我心里真是不好受 现在是上班时间 你还是回去工作吧 啊 我在梦里经常梦到你 难道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在我的心里 只有阿强 阿强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啊 在看你 都没办рь plugs 阿强 阿强 早晚被你吓死 一段时间又过去了 还是一点进展也没有 但是莉莉还是鼓励自己 不能放弃 在刘秘书的心里 始终还在惦记着莉莉 她希望有一天 莉莉能想起自己 莉莉 张武总 莉莉对你那么好 你难道都感受不到吗 我躲还躲不开呢 你相信钱是今生吗 你找我就为了这事啊 都什么年代了 谁还相信这个呀 我每天都做一个梦 梦见莉莉 我们之前是一对恋人 就她那身份 还有点神经兮兮的 你别开玩笑了 虽然你是我的上司 但是我觉得 你也不应该侮辱她的人格呀 好了吧 说完了吧 还有事吗 我说了你也不理解 算了 虽然阿强还是想不起莉莉 但莉莉仍然相信 只要努力 就一定能够唤醒阿强 哎 你在这儿干嘛 你干嘛 我就给你看样东西 什么东西 阿强 你没事换我干嘛呀 这是前世的你 这是前世的我 阿强 阿强 你想起来了吧 你稍糊涂了吧 阿强 你还曾经为我决斗过呢 在我生病的时候 你照顾我几天几夜 不吃不喝 阿强 你再好好想想 太感人了 还有事吗 阿强 请 改天再听你讲故事啊 请 走吧 来 乔动 俞莉你再打来 坐坐坐 快坐下 来 喝口水 莉莉 你找我有事啊 说啊 说啊 你能帮我个忙吗 什么忙 你说 我想让你跟阿强去决斗 都什么年代了 还决斗啊 为什么呀 因为 我恨她 莉莉啊 你要是早这么想不就好了吗 那你就答应我了 莉莉啊 为了你 我做什么都行 那我们就说好了 行 就包在我身上了 好 张副总 我要跟你决斗 决斗 决斗什么呀 为了圆我多年的梦 只要你能跟我决斗 我保证你手上这个生意能贪成 哦 德民爷 你这么有把握啊 这个你不用管 我自有把握 好吧 好 那你说 怎么决斗啊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好 等着你 怎么哪都有你啊 喂 哎 阿强 썹 啊 阿强 眼睛啊 阿强 耳朵 耳朵 眼睛 眼睛啊 阿强 耳朵 耳朵 阿强 阿强 莉莉 你在讲什么 莉莉 咱们走 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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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是你让我决斗的 你终于肯跟我出来了 不过 我也看出来了 虽然我打赢了张强 但是你心里还是想着他 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谢谢你 谢什么 我也没做什么 阿强 阿强 对不起啊 你没事吧 你绕了我吧 我求求你了 行吗 好 那就这样 张总 这笔生意 我可是帮你做成了 下一次 我可就不保准了 刘秘书 我相信自己的实力 这不 又要谈成一笔生意 过两天 赵总请吃饭 别忘了 分手了 你们前段时间还那么好 怎么可能呢 她想问别的女生了 公司里面有很多女生都追她 你帮帮我吧 我该怎么办呢 我真的很难受 真的很难受 我以为我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没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为什么呀 莉莉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我只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赵总 你来了 刘秘书 好 跟百利集团的那笔生意谈成了 签约就在明天了吧 赵总 是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吃好玩好 庆祝一下 来 为张副总干杯 谢谢赵总 小明啊 最近怎么样 你们公司那个张副总跟我做的生意 你觉得怎么样 舅 难道你就非得跟那张副总做这笔生意吗 小子 怎么了 给人闹别扭了 舅舅的生意这么大 跟谁做还不是做 你说是不是小明 是 舅舅 来 上车 好 刘秘书 好 刘秘书 我那桩生意 是不是你给搅黄了 是我又怎么样 我就是要跟你搅黄了 谁让你让莉莉不开心的 莉莉只是个梦 你醒醒吧你 现实点 你不会明白的 你不理解 我不理解 就一个破清洁工的 就叫你神灰电脑成这样 不许你侮辱莉莉 我就侮辱她了 谁让你教我生意的 我就侮辱她了 就得破清洁工的 有种你再说一个 我就说了怎么着吧 我就说了怎么着吧 谁让你教我生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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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说莉莉 我让你说莉莉 虎 confront敌人 你要来 得obra 在凶臨等 现在 好 你在干什么呢 阿强 别动 给我 我有刀 放开 干什么呢 你给我钱包 莉莉 你受伤了吗 走 我送你回去 阿强 你的钱包 莉莉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在这儿等你啊 你能不能别老缠着我吧 莉莉 我们走 你行吗 莉莉 要不我送你上楼 不用了 行 您以后要有什么要帮忙的 尽管来找我 昨天晚上 谢谢你啊 阿强的一句话 让莉莉重新燃起了希望 她觉得自己总算没白费心 是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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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强 你也太过分了吧 我们虽然是离婚了 可是我们的房产问题还没有解决 静静 我们公司现在业绩这么差 我一眼看这就干不下去了 你让我考虑你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 忙忙忙 你什么时候不忙过 你什么时候考虑过我的感受 你要是不给我个答复 我明天还会来找你的 行 明天我陪你去办 在办公室闹什么样 赵总 你可要管管张强啊 张强啊 你现在生意做不成 家里是还带到公司来 阿强 阿强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你好好想想 你别烦我了 你别烦我了 莉莉 你没事吧 你要是吗 你应该相信你 你也没有看看 你自己知道 我没想到 我信件事 你不信钱 你没有想到 我信件事 你没有想到 你川强 你没有想到 身上 如果有时间呢 我真得多请你几次 对了 北京那边生意怎么样了 刘哥 多亏有你啊 才有我今天呢 我们那个生意啊 可是越做越好了 你看 这都是你喜欢的菜 我帮你点的 好 来来 别客气 快吃啊 刘哥 我看你怎么不太开心呢 不说了 不说了 喝酒 怎么见外呢 跟我说 我们公司那张副总啊 他欺人太甚 还有这是 他呀 经常欺负我们公司一个女孩 我还亲眼看见他把他推下楼梯呢 刘哥 不会是你女朋友吗 是不是我女朋友也不应该对人家那样啊 是啊 我来收拾他 你可不要乱来啊 这个事情不用管了 来 干杯 好 吃吃吃吃 慢走啊 好 张副总 就是他 走 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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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车 跟上奖命两车 跟上奖命两车 唉 你给omy 出车 dependent 你出车 里儿 上奖命 suicide 您可以帮忙 cotton 刘哥 所奖命 行啊 不能报警 会有生命危险的 那你现在在哪儿呢 这个地方像个大仓库 在北街 北街 仓库 难道真是他们 你赶快过来呀 来 喝 烫乖 这两年 头对我们真是不错 要吃又吃 要喝又喝 是啊 今天咱们这事 可得给干利落了 喝 来 喝 这是哪儿啊 这小子醒了 你们是谁 我怎么会在这儿 这小子醒了 这小子 小子 你今天落到我的手里了 你想跑 你上哪儿跑 想跑 哪那么容易啊 你们要干嘛 咱们今天陪你玩玩 怎么想跑 你上哪儿跑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今天你上哪儿跑 你跑不了 有 来了个女的 阿强 你干嘛 你快跟我回去 阿强 你快跟我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阿强 上哪儿走啊 上哪儿走 既然来了就别想走 过来 把酒喝了 喝了再走 喝了他 喝了他 喝呀 我喝 行啊 行啊 让他走 让他走 妹妹 你没事吧 我们走 他不能走 要走我们一起走 都别走 那个男的 快来 你们要干嘛 你 打我 打 阿强 不敢打 这爷们儿就要再隐 脑肿 怎么样 敢打了吗 打 打不打 来一次 敢打了吗 不打是吧 不打我打 阿强 阿强 莉莉 果真是你们两个混响子 莉莉 莉莉 我们走 你让他们放了阿强 刘密使我求求你 你让他们放了阿强吧 莉莉啊 她都对你这样了 你放下吧 我放不下 你这不是折磨你自己吗 你这不是折磨你自己吗 你放不下她 我也放不下你呀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你看她都对你什么样了 阿强 刘密疏 谢谢你 我求求你 让他们放了阿强吧 你们俩让他走吧 那个男的可以走了 莉莉 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了 我想一个人走一走 阿强 你怎么样了 张强 那你呢 谢了 我自己走 阿强 第二天 阿强迟迟没有来 莉莉心中忐忑不安 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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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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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强 什么事 你看那个清洁工的事 张强 这清洁工的事你们自己开着办吧 我还要赶个会 走 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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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前世 我和阿强在一起的情形 但是 这个模样 跟你不一样啊 我也曾经 问过一个高人 他说人的生生世世 模样是不一样的 有的时候这样 有的时候那样 是千变万化的 看来 我是改变不了你了 我这辈子 就是为了墙来的 我只记得墙 莉莉 您能满足我一个要求吗 要求 什么要求 我每次 在梦中梦到我们的时候 你总是 在我的脸颊上亲一下 你能 再亲我一次吗 好 好 谢谢 你多保重 你也是 你也是 莉莉 阿强 公司决定 从明天开始 你不用在这上班了 为什么阿强 为什么 我就是讨厌你 阿强 你别让莉莉 你别让莉莉走了 这是多好 她多难看 你让我走 你最好马上从我面前消失 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 阿强 莉莉终于不得不承认 阿强是真的 他对你 我会让他终于不承认 你怎么那么快 他就能担心 你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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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姑娘年纪轻轻为何寻此短见呢 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 我不想活了 你为什么要救我 姑娘还是先请启吧 原来是这么回事 姑娘 你知道呢 人是主宰不了自己命运的 前世有缘 并不一定这一世也有缘 况且你在前世还做过堕胎杀生之事 这些都是要偿还的呀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 所以你就更应该利用这短暂的生命 多做好事 记下音德和福报 来世才能有好的福报 如果以后有什么困惑的话 请到黄庭来找我 你好 来来来 里面坐里面坐 盈盈 几年不近长成大人的样子了 可不吗 小明不也长那么高了 盈盈毕业了吧 毕业了阿姨 小明 你快坐这儿 你们自己聊啊 走 咱们走 请坐吧 小明啊 喝水 谢谢张阿姨 来 盈盈给你的 好吗 好 你们慢慢聊哈 你看呢 他俩多般配呀 既然我们双方都那么满意 我看我们选个好日子给他们办了吧 那当然好了 等他爸回来 我跟他说说 公司刚刚做成了一笔大交易 这笔生意能够顺利地进行 主要要归功于我们的刘秘书 不过从今天开始 他就是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了 大家恭喜他 恭喜啊 恭喜恭喜 谢谢赵总 谢谢赵总 以后啊 你就是我们公司的中流砥柱了 赵总过奖了 你也是我们公司的 同款奖了 我也是在转身之后 就是我们公司的中流砥柱了 我们这就是我们公司的中流砥柱了 你很自然也曾是在转身之后 走吧 你还有根本就是你 你先都希望要收到这个钟头 让我们将冬中的用程序 去 这种警ew喔 是来到这个东西 靓人有没有事 我们很快 当年快的走 莉莉 你怎么来了 阿强 你还好吗 阿强 你左手胳膊上 是不是有一个圆形的印记 是啊 那又怎么样 我也有一个一样 我看 这可能只是个巧合吧 阿强 你 阿强 你多保重 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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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据我所知 有很多人呢 他们已经找到了 我相信 只要你心诚的话 你也一定能够找到 这时莉莉接到了一份 由外祖母传给她的 一笔可观的遗产 这笔遗产 对现在的她来说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喂 是孤儿院吗 对 我想捐一笔钱 好 好 阿强的工作没了 家庭也没了 他觉得 人生真的是变幻无常啊 相反 在莉莉的身上 确实有一种不同的地方 莉莉那么苦苦地 追求自己 而两个人身上的印记 又是一样的 阿强开始后悔 自己没有早一点 坐下来 倾听莉莉的倾诉 催俄 我不管 应该是 这是 事实上 我们速度 不可能 啊 还没 如此 我来 莉莉已经离开了 那她去哪儿了 具体去哪儿 我也不知道 好像她遇到一位高人 指引她去寻找一种 人生解脱之道 看来 我还是来晚了 要再有什么消息 我再告诉你 我再来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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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这边走吧 姑娘 我能做的就这些了 今后的路该如何走 就看你的了 你看 他们正在打坐修店 大师 莉莉终于看到了希望 这种能够净化人的心灵 解脱烦恼的 反本归真之路 才应该是自己 所寻求的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